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小叔叔 這是簡易八哥學和學員 今天講《愛的真言》這首歌 剛剛我拍了一個視頻 就只有彈唱 因為微信上大家問我說 可不可以以後教學和彈唱各有一個視頻 要不然兩個混在一起就 太穿插有點暈 我覺得有道理 那以後我就這麼拍 先拍一次彈唱 然後再拍一次教學跟分析 你有問題的話 你如果找不到連結的話 你可以加我的微信 然後我發給你 好 今天講 我用C調彈這首歌 然後原調好像是降易調吧 但不管了 我們就用C調 簡單 我們一定要讓我們的演出很簡單 這樣我們才能夠把心思放在 不那麼多在手指上 那一樣的我把ABC都翻成一二三 你不知道怎麼翻 你就也是加微信問我 我發一個鏈接給你 它是這樣的 它的A段是 我將真幸福給了你 E4 再來是一個2m 將悲傷留給我自己 你知道看我演出的時候 我的2m 我常常彈的是一個2m7 就Dm7 為什麼呢 首先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Dm7 它有一種7的感覺 你看 這是一個Dm 這是一個Dm7 有一種哀傷淡淡的憂愁的感覺 所以7是一個很美妙的和弦 第二個原因是 因為我太懶了 我有時候無名字懶得暗了 所以我就 我的Dm 我現在常常彈的Dm7 悲傷留給我自己 我將青春付給了你 最妙的是這個地方 整首歌最妙的 我都用紅筆捲起來 就是這個6 在大調裡面 6通常彈的是一個6m 我將青春付給了你 本來應該是個6m 但是羅大佑在這首歌裡面 他把6m改成一個6maj 就是一個大6 以C調來做就是一個A 我將青春付給了你 你看就是這個音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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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音就是6maj特有的音 就是大6 6m是這樣 A Do Mi 但是6maj是 A生Do Mi就是 分出他的區別了嗎 在和弦來說 大和弦 大三和弦 它就是明亮的 快樂的 而小的和弦 加個m就是 比較憂鬱的 但是在C調裡面的這個 大6和弦 它反而是一個很怪的和弦 就是它雖然是一個大的 但是因為它不該出現 然後它忽然出現以後 這首歌就會變得有一種玄妙 甚至反而變得哀傷的感覺 你看 所以你在唱那個劇的時候 你要有一點 裝裝B的感覺 就是 你 將 水月留給我自己 好A段我就不往下講了 第二次還是一樣 只是最後一句是 將 冬天 留給我自己 就是一個是2m5 一個是2m5e 這個為什麼我相信 你看到這麼多集 你應該已經知道了 就是要回到E才是結束 為日一 將 歲月留給我自己 這是一個沒有結束 將 冬天 留給我自己 這是一個結束的 好 這是A段 B段來了 B段也很妙 B段第一句是 愛是沒有人能 是一個3m的開頭 這個在副歌裡面不是很常見 但是因為羅大德這首歌 他比較 比較深情 有一點哀愁 所以他 有點憂愁 所以他有一個3m的這個 副歌起頭也是很可以理解的 還是沒有人能了解的東西 看這裡這個6maj又出現了 而且是6maj7 6maj7 以C調來說A是這麼暗的 7呢 就是把這個中指翹起來 或者 這樣也行 就是小指壓1弦3p 這是一個A7 我再試一次 還是沒有人能了解的東西 這個地方確實是怪怪的 所以你只要記住 你只要唱這首歌唱到兩個6 7 大6 7或大6的時候 你就要不由自主的唱歌 就要嵌奏起來 還是沒有人能了解的東西 嵌奏的感覺對不對 愛是永恆的旋律 後面就很正常了 愛是歡笑淚珠飄落的過程 這裡我做了幾個括號 就是有一些和弦是可以彼此取代的 比如說這個4跟這個6m 以A段來說 我將真心付給了6m 或者是我將真心付給了4 都可以 4是法拉多 6m是拉多米 所以他們有三分之二的重疊 那原版的好像是6m 但是我喜歡是4 4比較有一種 我也不知道什麼感覺 反正你都可以試試看 然後這個地方B段的 愛是沒有人能了解的東西 我習慣在第一次的時候這麼彈 67 而第二次的時候我彈一個4加4m 4m也是很牽奏的和弦 你聽一下 愛是永恆的旋律 愛是歡笑淚珠飄落的過程 愛曾經是我也是你 愛是歡笑淚珠 思思思脈 既然彈到這麼特別的和弦 所以你唱歌不管是聲音還是表情 都要欠奏起來 這是一定要的 愛曾經是我也是你 好啦這首歌的完整彈唱 我就不做演示了 因為在另外一個視頻裡面 你都可以發微信叫我 就這樣啦 掰掰